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1.4万列 通达欧洲15个国家50个城市 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向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伸进 有学者认为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全球野心 让美国感到焦虑 但美国正在以其北约身份 与北约成员国的生命共同体关系 来对付中国在欧洲部下的经济战略 台湾的中山大学教授林文成说 欧洲国家纷纷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是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认为中国不是威胁 林文成说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提供他们经济上比较大的帮助 尤其是一带一路 所以这些国家都是着眼于经济上 希望借重一带一路 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有所帮助 尤其像匈牙利这样的东欧小国家 他们在国际政治上没有争权夺霸的雄心壮志 当然着眼在经济上的发展 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对这些欧洲的国家 他们认为这是个机会不是一个陷阱 经济低迷不振的意大利 在传出有意与中国合作一带一路的项目之前 就引起美国的不怨 白宫官员甚至明白地说 意大利不必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站台 意大利与中国签下有关协议 被认为是习近平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似乎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打通到欧洲大工业国内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毅教授认为 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欧洲的表现 并不表示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示威 他说今年适逢北约成立70周年 美国正透过北约70年的时间表 重新标志如何面对崛起的中国 对各个地区的冲击和影响 美国用北约的身份来重新理顺 怎么应对中国在欧洲地区的 一带一路经济战略部署 袁毅说过去70年 从没有间断美国以北约制度性安排 跟北约成员国建立的所谓生命共同体的这个轴线 因为今年正好碰到70年大日子 美国就很顺理成章 同时使用北约的集体身份 来强化跟北约成员国对于 因因美国所提出的这些方略 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在出发 中国除了在欧洲加大推销一带一路之外 现在正拉拢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 参加一带一路倡议 尽管美国已经一再对中国在拉美的扩张野心 提出警告 但是巴拿马 墨西哥 以及加勒比海的特利尼达与巴哥 都表示有兴趣参与一带一路计划 林文成教授认为 中国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国会之约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以在海外大撒币 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像中国这样玩金钱游戏 现在中国除了在欧洲扩大一带一路的范围 还积极通过一带一路 把势力伸入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 这使得美国对中国在全球势力的成长有紧迫感 林文成说 最主要是现在能够挑战美国力量的 就只剩下中国这一个国家 而且中国也不会言 他有这个企图心存在 或两年百年计划 到了第三阶段时候 2050成为世界超强 或至少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 所以除非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权利 不然他当然把中国当作挑战的对象 是必须去制约的对象 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深进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 原意认为 美国过去并没有认真经营这块地区 长久以来 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出现失交 林文成教授则指出 拉丁美洲长期在美国阴影下出现反美的情绪 美国要挽救自家后院 就必须与拉美国家进行更多软性合作项目 并且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考虑 他说 毕竟美国拥有对拉美国家的地理优势 要避免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示威 美国就必须有决心对抗中国 在美国后院的一些作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习近平害怕中国变色 居然要挽救社会主义 请看报道 中国理论刊物求是最新刊登的 习近平2013年旧文 刊称是他的执政宣言 其中充满对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式的忧虑 也暴露了他执政六年多 尤其是过去一年来 地位稳固后 急剧左转的思想根源 而习近平此时再谈 只有社会主义就中国 引发党内已有争议的猜测 观察人士指 这篇文章证明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 十九代以来 习时代与毛时代的无缝对接 就不足为奇了 习近平能否重振社会主义行风 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还有没有路可走 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说明他要兼顾毛邓路线 胡平说 求使此时刊登的习近平 2013年1月5号的旧文 应该是这篇讲话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他的执政宣言 在民主制度下 候选人需要先发表执政理念 然后才可能获得到选票当选 但在中国的体制下 则正好相反 要考察领导人的执政理念 必须等他当了总书记之后 再来观察他的言论 就是领导人掌握了权力 才会有执政理念 胡平表示 习近平的文章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他强调中共领导下 中国的社会主义性 而不是其他主义 他也指出 国内外对中国的体制 有很多疑问 有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也有说是新官僚资本主义的 这些都是错误的 中国的体制 仍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无论怎么改都不会变化 二是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就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 整个讲话很清楚 既然还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他不打算完全抛弃邓的路线 所以说他是马列原教旨主义者 不准确 他打算在邓的路线上 减少资本主义的程度 同时恢复一些社会主义 所谓互不否定 就是不要让两个阶段太对立 前阶段是历史而无法改变 后阶段正在进行可以修改 中国这条大船改革开放后 一直开在邓的路线上 习近平掌舵之后 要朝毛的路线转一转 但却不是全部拐回毛的路线 而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则认为 习近平重提六年前的旧话 恐怕是因为政权稳定受到威胁 张立凡说中共决定密集 发布最高领导人的文章 应该是从去年开始的 据统计求时2019年第一期开始 连发七篇对比从前的领导人 这样的频率非常罕见 张立凡说胡平先生也谈到 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解读 区别于其他人的解读 习近平强调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 这是中心思想 这主要是说没有改革开放的话 今天我们可能会遇到苏联和东欧 亡党亡国的危机 这是对的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中共恐怕撑不到今天 因为经济崩溃 政权就无法维持 而如果没有49年建立的政权 和积累的政反经验 改革开放也无法顺利进行 关于不能互相否定的句子 读起来有些拗口 基本来说领导人要继承两笔遗产 就是毛的铁腕和邓的制服手段 以此来巩固执政地位 习近平执政六年来的做法 是从邓路线到毛路线的倒退 估计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 主要是国际社会和中美贸易战 这才被逼迫着要向改革开放路线回归 恐怕美国也希望中美关系回归邓小平时代 我想是因为压力很大 才不得不重提邓小平 我们看这篇文章虽然是六年前的 但当时自己地位不稳固 所以要借助邓小平 现在恐怕又遇到同样的情况 所以又搬出同样一套话语 张立凡说 这篇讲话说千万不能邯郸学步 免得连自己原来的走法都失去 最后变成只能爬着走 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本来是以老毛为体老邓为用 但是这个矛盾体邓如果不否定阶级斗争的话 就不能挽救共产党 不过习近平自己没感觉到 还以为在守住共产党的家业 所以搞文革那一套 所谓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现在无论是从娃娃抓起也好 还是从高校抓起也好 反正就是在强化意识形态 特别上个月搞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发表讲话以后 用高校阵地的政治理论教育这套 强化了课堂主阵地 也要所谓的争夺主阵地 于是发生了许章润教授被整肃的事件 其实这反而使得习近平自己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知识分子还是不得罪为好 他们有各种高级黑的办法来对付你 把你弄得灰头土脸 不要跟知识分子为敌 也不要跟知识为敌 这是常识 如果连这个常识也没有 真的 那就是邯郸学步了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人物 我是主持人卓贤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个星期 闯入了川普的海湖庄园的上海女子张玉镜呢 那么这位张玉镜呢 在这周一 也就是八日 在佛州出席了保释的聆训会 她的女友签证呢 被判定没收 在她入住的酒店呢 搜查人员还查出了九个U盘 那么根据《棕榈滩日报》的报道呢 因为失去了签证 她依然会被政府拘留 检察官还表示 他们还在张玉镜所入住的酒店里面 发现了更多的电子设备 包括另外一台的手机 另外的九个U盘 五张储存卡 还有一个射频设备 这个射频设备据说 可以用来发现检测隐藏的摄影装置 之前的报道已经提到过 在张玉镜被逮捕的时候 她身上已经携带了四台手机 一台的笔记本电脑 还有一个病毒U盘 那么搜查人员还发现 张玉镜带了人民币和美元总额 超过8000的财物 那么至于之前 备受关注的张玉镜身上携带的 U盘里面的病毒呢 检察官就在出庭的时候表示 有一位特勤人员试图去破解 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内容 但是在破解的时候 这个恶意软件开始在特勤的电脑上 自动安装异常的文件 于是呢 特勤只好立即关掉她的这台设备 预防电脑进一步崩盘 所以至今呢还不能够发现 到底这个恶意软件携带的病毒 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审讯她这起案子的检察官 罗兰多加西亚在法庭上就表示 张玉镜这个人呢不可信 这个检察官还表示 她对遇上的每个人都会说谎 在法庭上呢 张玉镜说自己是上海一所投资公司的咨询顾问 她还说现在正在准备创业 那么当时呢 在回顾到这个3月30日的时候 这个张玉镜呢 是在川普的海湖庄园的外围 试图进入庄园的内部 她当时给安保人员出示了她的护照 那么安保呢发现她姓张 又在这个搜寻了海湖庄园俱乐部的名单 发现还有一位成员也姓张 就问张玉镜她是不是这一位张先生的女儿 那么张玉镜当时是含糊其词 安保人员呢则以为她有语言的障碍 于是先把她放了进去 那么到了主界待听呢 张玉镜就说 她是来参加一个叫做联合国华裔美籍协会的活动 但是呢 前台人员发现当天的海湖庄园并没有这个活动 于是呢 特勤人员 于是这个接待人员就把特勤人员再一次的请了过来 当时看到特勤人员之后呢 张玉镜才拿出了她的一份中文邀请函给特勤看 那是因为这一份邀请函呢 是中文的特勤看不懂 于是呢就先把张玉镜带到了他们当地的办公室 那么在详细问话之后呢 张玉镜才支出了她的经手人叫做查尔斯 那么张玉镜就说她是在微信上面认识这个查尔斯的 查尔斯呢就把她推荐到这个中旅摊 参加一个活动 在这个活动上呢 张玉镜就说啊 这个经手人士告诉她她有可能会跟川普或者是说她的家人见面 他们会在会议上谈及中美的经济关系等等 那么根据报导这一起案件的中旅摊日报呢 当地的一个非人力组织叫做 Young Adventers就是年轻冒险家的负责人他叫波玛尔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呢 这个海湖庄园当时3月30号的确是有个活动 但是呢她发现啊这个活动被一位人士叫做杨利所盗用 那说到杨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之前爆出的新闻说她在开一个水疗馆 可是这个水疗馆的设行卖淫 所以呢这个杨利啊也是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大家的视线 那么再提到杨利她其他生意 其实啊她还经营着一个这个中文的社交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面呢 她专门给华人贩卖跟川普还有共和党人见面的这个机会 那么之前啊这个网站上面就有一张海报 贴出了30号当天会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年轻冒险家 这个非盈利组织所组织的一场活动 这个海报上面呢还刊登了一个川普的私人俱乐部 以及川普妹妹的照片 但是呢根据这个波玛尔的消息说啊 这个川普的妹妹其实是去年轻冒险家的这个活动的 而不是这个杨利网站上面所刊登的这个活动 那么中旅日报就此就推测说啊 这个杨玉镜呢可能是去参加杨利举办的这个发广告的这个活动 但是呢她在去到的海湖庄园的当天呢 还不知道其实啊这个活动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再提到这个张玉镜 张玉镜呢她今年是32岁是个上海人 她现在呢被捕之后被关押在钟旅滩的县监狱 罪名呢是第一对特勤人员撒谎 第二非法入侵禁地 那罪名一旦成立了张玉镜可能会面临最高五年的这个监禁 那美国方面呢也对这一件事发表了不少的看法 其中就包括最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周五接受CBS访问的时候就说 中国在美国境内采取的行动不仅仅是针对政府官员的 应该有所谓的更广泛的目的 那么川普总统呢会决心予以反击 并对此密切关注 蓬佩奥还说这个活动可以表示出其实这是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威胁 那么其实在蓬佩奥接受采访的前几天啊 川普本人也对此进行了回应 可是呢他的回应就跟蓬佩奥大相径庭 因为川普本人是说不我对此并不担心 而且他认为啊这只是一个偶然的情况 他还觉得海湖庄园前台的接待人员呢做得非常好 没有什么不对的 那么关于这件事呢 联邦调查局其实已经介入了进行调查 而关于事件的后续呢 明镜电视会持续为您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人物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并点赞转发分享 也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是卓贤 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聊天室 我是主播蒋洋洋 那今天在现场跟我一起参与讨论的呢 是主播梁骏跟主播卓贤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二位啊 你们对京东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有用过京东的服务吗 嗯 其实我对京东的印象可能就分两期 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跟淘宝在竞争的 这么一个网上的购物平台 而且我一开始对它印象比较好呢 其实也是因为它做的好事还是比较多的 就比方说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 就有描述过它 想要在中国的偏远的三村去发展 这个无人机送快递的这么一个服务 所以也能让这农村的大家呢也能收到快递 所以呢是好的 可是到了后期呢 刘强东的名字跟京东就挂上了沟 而且刘强东的负面新闻也很多 所以就是我对他印象慢慢就在笑话 我对京东的印象就是最早是卖电器的 后来发现京东什么都卖 真正的对这个京东就是比较 或者说了解的更多 或者说更愿意去关注这个京东的新闻 到也是这个刘强东跟这个奶茶妹妹 他们俩走到一起之后 到之后这个各种啊奇幻的这个 包括刘强东在美国的那档子事啊 后来就是最近的这个到底是离婚还是不离婚呢 可能我关心京东的不是他的一个行业吧 可能更多的是花瓶新闻吧 因为这个公司花瓶新闻太多了 对那最近京东也是还是没什么好事 先是各种高管离职 然后呢现在又开始要淘汰三类员工 而且呢还要降低一线这个快递员的薪水 也是要大到阔府的改革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中国有一个app叫卖卖 就人卖的卖 是一个行业交流的平台 而且是实名制的 各个公司的员工都可以上去吐槽呀 交流啊 拓宽人卖是这样的一个app 然后结果就有京东内部员工呢 在这个卖卖上呢爆料了京东的一个内部邮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邮件 然后这个邮件呢 就是要求淘汰三类人 哪三类人呢 一个是不能拼搏的人 无论是业绩好坏 职位高低 也不管是老员工或者是管陪生 不管你是身体原因 还是家庭原因 凡是不能拼或者拼不动的 就要淘汰你 第二类人呢 是不能干的人 也就是绩效差的人 第三种是性价比低的人 那我们先不着急评论呢 我们来看看京东方面的反应 这个回应 他说脱离邮件上下文和具体案例 容易产生片面的解读 他说近期的调整是京东倡导 创业和拼搏的精神 反正就是反对这个消息了 那我们来看 首先呢 这件事是被员工爆出来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真事 并不存在炒作什么的 但是这封邮件的内容啊 没有办法让人不吐槽 这也太不人性化了 而且要求不能生病 而且家人也不能生病 但是呢 而且说 女人在这个社会上 本来就是很难兼顾家庭与工作的 而且我们一直在平衡这两个事情 这也就是变相的说 女员工不能怀孕 不能结婚 不可以有家庭 或者是结了婚 生了孩子之后 你要以工作为主要的 而且呢 晚上就是你在十点钟下班之后呢 你才可以去管孩子呀 去顾及家庭 而且这三条啊 首先 前两条 我是可以理解 但是第三条 性价比低的人 什么叫做性价比低的人呢 是把员工当作商品来看了吗 那淘汰这三类人呢 安排年轻的 之前就已经爆出过刘强东的种种丑闻呢 就说安排女学生到饭局 事成了之后还可以 有特殊的通道可以升职 现在又出了这种淘汰三类人的新闻 那能不让人生气吗 很多人就说是 宽以待己 言以律人 是各种双标啊 那在京东呢 就要拼搏要努力 更可怕的是呢 就怕其他的老板也开始效仿了 现在年轻人呢 也因为工作猝死的越来越多了 而且这就说到了 最近比较流行的996ICU 大家可以去翻看我们上个星期的报道 我们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996.ICU 主要是中国的程序员们发起 用来吐槽互联网企业每个星期 至少工作72小时的这样一种工作制度 而且对于这个996的公司啊 网上还流传的一个黑名单 华为啊 阿里巴巴 58同城啊 苏宁啊 很多巨头都已经上榜了 而且京东呢 是排在第一位 京东上市四年 京东的IT人员呢 也已经增长了两倍 他每年的年报里都要提这么一句话 叫做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 我们努力继续提高我们的人员的效率和利用率 以减轻这一种影响 而这是不是也正好呼应了 我们刚刚说那淘汰三类人里面的那个性价比不高的那一类 京东呢 就回应称 不强制员工996 但需要全情投入 这也明白了 为什么中国人呢 都要挤破了头去考公务员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啊 就是钱多 事儿少 离家近 看来 是不是只有公务员能满足这个要求了 而且另外一点是 现在啊 大家都在说中国是消费降级 三驾马车呢 主要也是靠国民的消费来拉动 员工呢 即是生产者 也是消费者 工业化时代呢 是产能过剩的时代 不保证员工的权利 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费 那么员工都去996了 早上9点 晚上9点 每周工作6天 那么还有什么时间去消费呢 那对于996呢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意见 梁骏主播 你认为现在这个时代 996的工作制度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996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一次提出来这个程序员这个SU啊 只是说把这个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说了 其实这种996的工作制在中国早就存在了 只是说之前呢 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低端的劳动力生产 那么这一次呢 呃居然放到了就是说 曾经被中国社会认为是白领的啊 这样一个工作职业当中的程序员 呃在中国程序员呢 有个不好听的词啊 叫程序狗 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工作啊 就是非常的不被这个公司尊重 而且呢也很难获得这种自由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时间啊 有一项统计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程序员或类似的这个职业啊 每天的这个休闲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两点七五个小时就不到三个小时 呃其实还不如这个法国人吃一顿饭 法国人吃的饭还就四个小时 所以就证明他们的时间完全被挤压了啊 刚才这个我们的桌前在说是不是他们挣的很多 对啊可能挣的多但是没时间花挣了钱又干嘛去呢 啊所以他们连女朋友都找不着 或者说这个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人想嫁给程序员 是除非是那种就说真的就是一眼就看他钱的也不顾这人的可能会跟他在一起 但这种生活一定过不了多久 呃在第三个呢 他就说这个996这个劳动制啊 实际上呃他跟中国的这个劳动法是不符合的 因为中国的劳动法是规定的每个星期工作44个小时 但是996呢变成了16这12乘以6就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乘以6天 呃最少加起来就是72个小时就几乎要超过中国法律规定的一倍了 最不知道这个公司啊到底是怎么跟这个中国这个这个劳动法律这个部门的监管 来交代呢或者他们根本不用去交代啊 他们只用对自己这个公司负责任 所以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其实更关心的是中国这种劳动权益保护 基本就是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实际性的作用 因为对对一旦这个员工有什么样的劳动纠纷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法律是要求你这个举报人啊 你自己去举证你自己去找证据他上哪找证据找了证据他就丢了工作了 对而且这个大部分公司啊也不是我说说的是不强制你996嗯你不想996你可以走人对啊就等于丢了饭碗很多人就为了保住这个饭碗所以拼命的加班呢晚上11点12点下班呢对啊对因为没有办法嘛因为在中国你想这种程序员这种工作或者说呃相对说出来体面点的工作吧那么首先第一个他会被他的这个家人呢绑架起来哎觉得这个你既然有这个工作不是你不想走是你的家人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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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那家人不愿意让你辞去这个工作要不然家人会觉得你让他丢面子了因为他跟其他人在聊天的时候那没法说第二个呢你加入工作之后啊由于中国现在社会他极度的这种社会情绪的膨胀啊就导致人们要极快的来标秉自己是个成功人士那么什么叫成功呢有车有房所以很多年轻人加入工作之后我一旦他能够贷款的时候他首先就把车买了把房买了好这个时候就积压了一屁股的债啊就是你所 所有的这个后半辈子 起码二三十年就得为这个房 为这个车来进行奋斗了 所以这时候他怎么敢离开这个岗位呢 离开这个岗位 谁来给他供房 谁来给他供车呢 而且在这之前 你天天工作这么久 怎么找女朋友啊 哪有女朋友啊 相亲的时间都没有 对 那卓仙你身边有什么这种被996制度压榨的例子吗 其实还真的有 就是而且不仅仅是程序员 就有很多比方说 直播平台的产品经理啊 或者说是网络平台的 甚至是内容团队啊 都会受这个996的这个制度 其实有在影响 比方说我有一个同学 他就在一个直播平台做这个产品经理 然后他一毕业就过去这个平台了 而且他也是这种工作要六天 而且早上很早上班 有时候加班会加班到凌晨 因为你知道产品经理就是要响应 就是要提这个要求具体的这种术语不懂 可是就知道他们真的很辛苦 而且就像刚才两位提到 他们的压力可能不仅仅是在于公司 要去响应公司这个制度 还有很多来自社会啊 比方说家人啊 还有他的这个买房买车啊 而且甚至是在同事之间也有压力 就像刚才京东提了这个邮件 其实我觉得他更大的是一种这个震慑作用 他想要在这个团队里面引起大家对这个公司的情绪的这个注意 所以呢就是这种竞争啊 如果啊你就算是不响应公司的制度 可是你如果有一天不来上班 你可能会思考啊同事来上班了吗 这如果不上班的话公司会怎么想我 所以这个一种非常狼性的这个竞争的文化 就已经就是慢慢在中国的各大 不管是科技公司还是网络公司已经在漫年开来了 所以就是996ICU 其实也不仅仅存在程序员这个群体里面 对 对那我们再回来说到京东啊 除了这个淘汰三类员工之外啊 京东还将取消基层快递员的底薪 并且增加快递收件任务 就是说你以后底薪就没有了 而且呢你每天要固定收多少个件 而且呢降低快递员的公积金系数 这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从6月份开始 6月之前入职的这些快递员呢 取消底薪 公积金呢从12%降到7% 而且6月以后的呢 入职的快递员呢 统一没有底薪没有公积金 也就是意思是原先的合同到期之后 再续约也不也不会有社保了 那我们看这张照片是京东的总裁刘强东 在送快递啊 感觉他就是拍拍照 撞撞样子 然后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快递啊 这个递送服务呢 是京东现在的核心竞争力 拿这种最辛苦最底层的这些快递员开的 就等于是割肉啊 但4月7日呢 京东物流在官方微博就回应了 说京东物流独立运营之后 原来的薪酬结构已经不适应新的模式了 那什么才叫是合适的模式呢 无论怎么解释啊 京东物流取消快递员底薪 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从底薪转变成更有激励性的业务提成 那么社保其实也不用交了吧 而且一年之前呢 刘强东就曾经怼过阿里 是不是还把这些快递员称作兄弟 那称作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年呢 在那个老员工的收勋仪式上 刘强东就宣布 凡是公司5年以上的老员工 如果得病保险 报销之外不够的钱 不管花多少公司都出 公司不会不管兄弟 不希望一人重病 穷三代的事情发生在京东兄弟的身上 前两天还说是兄弟 这两天就要把兄弟降薪了 这也变得太快了吧 另外在劳工法中就规定啊 员工患病或者负伤的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 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但是京东怎么做的呢 签劳务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 全职呢变成兼职合同 这有点过分了吧 那这两这两件事呢 是不是可以说是京东在压榨员工了 财人降薪呢 也就是公司运营不好 最直接的体现了 京东为什么要喊出这些口号呢 我们来看看京东现在的业绩 上个月2月28日晚间呢 京东发布了2018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业绩 2018年第四季度实现净收入1348亿元人民币 高于市场预期的1324.7亿元 而截至目前呢 京东的股价呢 为31.24美元市值超过了450亿美元 而根据财报显示啊 截至2018年底 京东的正式员工数量呢 已经超过了17.8万名 较去年同期新增呢 超过2万名正式员工 目前呢 京东尚未实现稳定的盈利 电商增长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遭遇了瓶颈 我们也能看到途中是一个 这个增长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从2014年上市以来呢 京东没有连续三个季度GAP正向净利润 从2017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三季度 京东季度GMV同比增速 有超过40%逐步开始下降 从近三个季度均稳定在30% 而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中 活跃用户数据出现自上市以来的首次季度性下滑 我们也可以看图中有一个 还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啊 而且现在电商领域的那个竞争啊 太激烈了 就从这个活跃用户来看呢 京东是远远的追不上阿里的 而且呢 已经被拼多多赶超了 我们知道拼多多刚刚去年 在已经在美国上市了 那据2018年年报呢 拼多多是以4.185亿活跃用户 赶超了京东的3.05亿活跃用户 而且2019年1月份呢 拼多多市值突破了320亿美元 也已经超过了京东的319.74亿美元 而且这也是京东近期事件的其中一起 近一个月呢 京东陆续开始有高管离职了 首先是京东首席公共事务官蓝叶辞职了 就是图中左边的这一位啊 对此呢 京东就回应称 是因为个人和家庭的原因 蓝叶先生将辞去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公共事务官的职务 除了蓝叶之外呢 还有京东的CTO张晨 我们看看图片 这是CTO张晨 还有京东的CLO龙宇 对是一位女性的高管 而且长得还挺漂亮的 而且呢 京东给出的原因呢 都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 不知道这个龙宇啊 他是不是属于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一 京东应该要淘汰的三类人 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类呢 而且既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京东集团开年的大会上 京东宣布2019年将末位淘汰10%的副总裁 及以上的高管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 京东这个级别上的高管 大约在几十人到一百人左右 而且接二连三的这种高管离职 也引发了外界的密切关注 而且不仅如此啊 我们前两天也报道了 刘强东的妻子奶茶妹妹张泽天 也是卸任了重庆嫩绿茶艺有限公司董事一职 最近京东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回到这个最近裁员降薪的这个事情上 也有很多人说啊 他是不能全怪京东 有很多在京东的人呢 是在混日子 所以呢 刘强东这个是以一个借口 清到一批老员工 或者是一批不努力的员工 而且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看呢 好像京东也并没有做错些什么 就从集团的利益来讲 不知道卓贤是怎么看的呢 嗯 怎么看京东的最近怎么 对 就是你觉得他做错了吗 从一个企业的利益来角度来讲 嗯 其实我看到网上比较多的言论是觉得京东 这样做无可厚非 因为不管啊 这个文化是有多么严重 竞争就是竞争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优胜略态 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京东不仅仅是唯一一家有这么做过的企业 他这次爆出来也是让公众第一次看到真正的 现在这些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怎么运作的而已 所以我觉得虽然残忍一点说 可是优胜略态嘛 的确是有这样做必要 嗯 对 其实像京东这样的企业 包括很多中国的这种企业啊 他其实在内部裁员的时候 他会愿意去找一些高管的开刀呢 是因为他在公司可能运营比较危机的时候 因为这些高管拿的这个薪水啊 可能会过高了 所以他裁掉一个能够节约很大的一个成本 很大的资本 第二个呢 他为什么敢于对这个高管的开刀呢 因为中国的很多这些个原生企业啊 物流公司也好 或者说这种像京东这种企业啊 他在运作的时候 其实他的高管在管理当中 他这个公司需要的管理实际上是有限的 不需要那么多的管理 他更需要的是一种 在中国社会当中生存的一种资本 所以其实在这种企业当中 谁能够掌控这种在中国那种特殊环境下的 那种人脉资源社会资源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所以呢那些所谓的读过很多管理学的高管在这种企业 聊天室 我是蒋阳阳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明镜电视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中国借投资东欧分裂欧洲 李克强说没影的事 请看报道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8日星期一 离开北京前往布鲁塞尔参加第21次中欧领导人会议的同时 李克强在德国媒体发文表示 中国希望加强与欧盟在气候暖化贸易等议题上的合作 否认中国想借投资东欧达到分裂欧洲目的的指控 据路透社报道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官员表示 中国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及少数民族权益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可能导致双方无法在4月9日峰会的联合声明中达成一致 这将进一步损害欧盟扩大中国市场准入的努力 李克强在德国商报周一发表的文章中还表示 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繁荣的欧洲 而中国与东欧的紧密合作 有利于促进欧盟的均衡发展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星期一报道 欧盟一个消息来源表示 中国总是做出同样的评论 但事实却是不同 另一个消息来源说 欧盟将要求李克强加速中国对欧洲公司的开放 以换取欧洲对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战略的继续支持 法新社星期天也报道说 中国可能不会在布鲁塞尔的欧中峰会中 在关键贸易议题上向欧盟作出承诺 这次峰会可能不会产生突破性的成果 在中国与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化国家之一的意大利签署 有关一带一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后 欧盟加大了对中国与欧盟个别成员国交易的批评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8日将启程欧洲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 英国情报机构称华为的安全技术很烂不用也罢 请看报道 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建议政府 因中国公司华为的安全技术太糟糕 可以考虑将之排除在5G网络的核心区域之外 BBC4月7日援引政府通信总部技术负责人列维的话报道 华为的安全系统再普通不过 技术是2000年的 它非常非常糟糕 我们尚未看到转型计划正在实施 虽然他们曾经保证要这么做 列维指出 华为许诺将投资20亿美元完成修补漏洞的转型计划 在此之前 英国监管机构在华为的软件开发中发现了技术问题 责令华为为软件工程和网络安全的缺陷进行纠正和更新 而列维所指的正是华为修补漏洞的转型工程尚未实施 在这一背景下 列维补充说 区域性限制也许那在英国议会里就不存在华为设备了 将是英国各位部长现在应该考虑的选项 今年2月 政府通信总部负责人弗莱明曾指出 中国公司一旦进入5G网络建设将带来风险 英国政府的是否使用华为设备相关评估报告 将在今后数周内出笼 不过列维还说 在网络里传输的敏感信息都是分别加码的 任何网络都不会保护你 你只能保护你自己 西方多国对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之外 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尤其是美国对华为的批评最为强烈 美国认为华为同中国政府走得太近 担心其设备可能被中国当局用来从事间谍活动 华为称这些疑虑毫无根据 上周四4月4日路透社报道 美国将把通过秘密电子监视收集的资料 用来作为指控华为的证据 美国检查机构已把这一消息明确告知了华为公司 称他们是通过电子监视及实地搜查获得或者生成的 今年1月28日 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 同一天 加拿大收到美国司法部引渡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申请 3月初华为宣布向德克萨斯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款违反美国宪法 因为该条款禁止美国行政部门机构 采购华为的通讯硬件产品和服务 因为他们都走了 所以川普赢了贸易战 请看报道 中美贸易谈判接近尾声 有美国媒体报道指 无论华盛顿与北京最终达成什么协议 对美国总统川普而言都已经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 那就是企业正在重新评估对中国的依赖 部分行业正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纽约时报报道 关税和贸易紧张局势 以促使全球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部分行业的企业都在减少与中国的接触 例如运动相机制造商GoPro和制造感应器的环球电子 均将部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 孩之宝也将其玩具制造业务转移到美国 墨西哥 越南和印度 丹麦的丹佛斯集团 正在将供热和液压设备的生产转移到美国 孩之宝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格纳德在最近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 该公司的目标是在明年底之前 将60%的生产转移出中国 转移到美国和其他地方 瑞银去年底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商的首席财务官 进行的一项广泛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企业已在2018年 至少将部分生产迁出了中国 还有三分之一企业打算在今年这样做 瑞银发现大部分企业是把其出口产品约30%的生产转移到了海外 报道引述企业高管表示 这次贸易战已促使企业从根本上重新评估中国作为制造业主导者的地位 就连中国企业也向海外扩张 国有巨头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书记宋志平称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这就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的原因 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温拓斯称 那些担心中国出口产品可能面临更高关税的人 正考虑将生产出口产品的设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当中也有中国的企业 事实上 中国在过去20年以劳动力成本低技术相对熟练 作为制造业强国在世界上出现 有大量的分包商建立了广阔的公路网和铁路网 还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本地客户基础 吸引大批企业搬到中国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 中国制造去年创造的产值占全球的25% 比2000年增长了8% 为中国的工资和其他成本多年来一直在上涨 越来越多的企业抱怨说 中国官员过于偏袒本土竞争对手 或在阻止知识产权盗窃方面做得不够 工信部长苗维上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表示 中国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 劳动力成本也在持续快速的上升 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已经逐渐削弱 报道指出中方必须小心行事 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 工作岗位突然转移出去 可能会导致失业和不稳定 不过供应链多元化的能力取决于行业 美国密西根州安纳堡供应链管理公司 Lamsoft的首席执行官高拉夫 称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 为了避开对中国制造加征的关税 已延长了其美国工厂每天的工作时间 但智慧型手机和其零部件制造商 基本上找不到可将工作转移出去的地方 只有部分企业开始转移 比如Sony扩大了在泰国的生产后 于上月关闭了在北京的一家智慧型手机工厂 发布实证有害信息 于建荣六神累累等微博被禁言封号 请看报道 8日下午新浪微博管理员发布 关于实证有害信息的处理公告称 为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严格贯彻执行微博社区公约 微博投诉操作细则等社区管理规则中 关于实证有害信息的规定 对微博内存在的实证有害信息和账号 进行了清查处置 并将按照公示实证有害账号的处置情况 公告称在3月21日至27日期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战方对发布实证有害信息的一批账号 采取了禁言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其中包括于建荣粉丝720.7万 童大患粉丝数65.3万 六神累累粉丝数47.5万 鬼然梦幻方可天下太平粉丝数26.3万 孔令旗的地盘粉丝数17.9万等50个账号 战方提示 用户发言和讨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社区规则的要求 包括自媒体账号在内的用户应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公告还附上了对时政有害信息的界定 包括 一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二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 泄露国家机密 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四 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 破坏民族团结 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 五 迫害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 六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 七 歪曲丑化 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侮辱诽谤英雄烈士 八 宣扬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 九 煽动非法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十 突破社会道德底线 制度底线的负面信息 十一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中国狂囤黄金对抗不稳定 请看报道 中国政府表示 中国连续几个月增持黄金 确保外汇储备的稳定 对应外部环境不平衡不确定的因素 中国外汇管理局4月7日公布 中国连续四个月增持黄金 三月末黄金储备为6062万盎司 环比增加36万盎司 彭博新闻社说 如果按吨计算 中国政府上个月购入了11.2吨黄金 2月份购入了黄金9.95吨 1月份购入了11.8吨 去年12月份是9.95吨 增持幅度在稳定增加 而中国的黄金储备在2015年年中到2016年10月 每个月都有上升 如果以同样的幅度继续增加 到2019年末 中国的黄金增持量将仅次于俄罗斯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 各国政府2018年对黄金金条的增持 为651.5吨 仅次于世界纪彭博新闻社说 中国连续4个月增持黄金储备 让投资人更加确信 世界各地的央行也将跟进 截至上星期五 黄金的收盘价是1291美元一盎司 高盛投行预计 金价未来12个月将达到1450美元一盎司 据日本日经新闻报道 世界黄金学会向各国央行 调查了增持黄金的理由 结果22个央行回答显示 理由的第一位是因为安全资产 排第二位的是为了分散持有资产 据该报道指 从持有1800多吨黄金的中国来看 黄金占国际储备整体的比率 截至2月仅占到2%多 于德国70% 意大利66% 法国60% 等欧洲各国的差异显而易见 因此中国增持黄金的余地也很巨大 中国外管局同时宣布 中国外汇储备三月份上升了85.8亿美元 达到30,987.6亿美元的规模 外管局强调受中美经贸谈判 欧美央行货币政策调整 英国退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平衡不确定的因素增多 但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中国预计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会持续上升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可能加大 有评论因此指出 这是中国连续增持黄金储备的主要考量 筷子吃汉堡也辱华 中国人又怒了 美国素食连锁汉堡王近日在新西兰的官方社群上 释出一则新广告 片中描述多名顾客笨拙地用巨型筷子吃汉堡包 有夸张且不自然的举动 被指涉嫌辱华并遭痛批种族歧视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 用筷子吃汉堡汉堡王新广告IP种族歧视 报道引述澳大利亚新闻网消息 新西兰汉堡王近日在intergram上贴出一则新的广告 主打全新口味汉堡 越南甜辣椒嫩脆鸡宝 并写着带着你的味蕾前往胡志明市 这款新品是我们世界口味的其中一款 仅限时供应 报道说许多网友对此大感不满 一名韩裔新西兰籍的网友玛丽亚在推特上嘲讽 所以这就是汉堡王的新广告 OK了解很酷 筷子很滑稽是吧我的天 玛丽亚向新闻网站Halfpost说 她认为这则广告明显无知 我无法相信如此无知的广告仍在2019年出现 老实说我顿一下才搞懂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报道指该则广告在社群媒体上发酵后 汉堡王至今尚未出面发表声明 随着批评声浪四起 有网友替汉堡王声援说 这广告应该只想传达用筷子吃汉堡并非很方便 而且影片中的人们明显误用筷子 这反映出他们的无知而非筷子本身 据报道说其实广告中涉及筷子争议并不罕见 去年11月意大利精品大牌D&G在官方社群 释出一系列名为起筷吃饭的短片 片中模特用筷子吃意大利传统美食 配上夸张的旁白以及僵硬的肢体动作 引发中国网友痛批种族歧视扬言抵制 中国户集制开门中等城市随便进 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天下达城镇化建设任务 今年内将全面取消人口100万至300万城市落户限制 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则放宽落户条件 其中包括全面取消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 官方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有之路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 中国放宽城市落户限制300万人口以下全面取消 据官方要求 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要大幅增加户口规模 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并积极推进立岸农村贫困人口落户 允许租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这项名为2019年新型城市化建设重点任务的文件 共分6大项22项细项 并指这项任务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而制定 并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有之路 据报道指出任务第二大项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要求各地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原则 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 兼顾大学和职业院校毕业生 城市间转移就业人员 加大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推进力度 推动未落户城镇的常住人口平等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官方要求要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在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 以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城市 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至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 要全面开放放宽落户条件 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报道说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 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精简积分项目 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 占主要比例 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 精准化落户政策 积极推进立岸农村贫困人口落户 允许租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据这项通知还要求 今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要达到中国官方规定的办学条件 20条底线要求 在随签子女较多城市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签子女开放 完善随签子女再留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 支付宝进了朝鲜 阿里被美国盯上了 请看报道 中国官方旅行社朝鲜业务广告 泄露阿里巴巴支付宝可以在朝鲜方便支付 引发阿里巴巴是否违禁与朝鲜金融往来 阿里巴巴澄清 指未曾与朝鲜展开任何形式的商业合作 韩国媒体分析 美国可能因此盯上了阿里巴巴 据朝鲜日报今天报道指 阿里巴巴涉嫌违反对朝鲜的制裁 报道说 中国阿里巴巴疑似在朝鲜酒店赌场 支持使用本公司的便捷支付工具支付宝 引发争议 如果情况属实 很可能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 阿里巴巴出面澄清 未曾与朝鲜展开任何形式的商业合作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 本月5日 中国北京的专业朝鲜旅行社 高利旅行社在网络上传了一则 吸引中国游客的广告 引发了此番争议 文中称 位于平壤市的羊角岛国际酒店 升级了最新设施 不仅可以连接WiFi 还支持支付宝 据报道 该宣传文上传仅一天就进行了修改 阿里巴巴的子公司支付宝方面称 网络上传播的内容有误 已向高利旅行社方面澄清了事实 并表示在该地区朝鲜的金融交易 受到严格限制 高利旅行社将宣传文中涉及支付宝的内容 变更为可通过扫码支付 该报道称 支付宝在4个月前也曾引发过类似的争议 去年12月美国对朝鲜专业媒体 NK新闻报道称 朝鲜羊角岛国际酒店赌场内可以使用支付宝和中国信用卡银联进行支付 当时支付宝方面表示 在朝鲜不可能使用支付宝进行支付 美国F22战机不再隐形 中国雷达精准跟踪 请看报道 最新报道指出 中国正在加紧反隐形雷达研究 试图实现对美国新型隐形战机的侦测与跟踪 早在数年前 中国就开始流传 中国反隐身雷达在北部沿海上空 发现并锁定了F22隐形战机时 一时被认为是宣传 去年12月24日 隐形雷达侦测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科学家吴建奇 在一次演讲中证实 中国使用米波雷达早就实现了对F22的远距离持续跟踪 只是一直存在低仰角 盲区大精度达不到引导火控雷达和战斗机 对莱西目标进行拦截的缺陷 但这些缺陷很多已经被克服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4月7日转载之前刊登过的文章说 先进雷达的确可以探测到美国的隐形战机 因为隐形仅仅是延迟侦测与跟踪的手段 尤其是在F22隐形战机外挂副油箱等状态下 更容易被米波雷达探测 因此美国先进隐形战机必须得到优化 进一步缩小飞机尾翼与外挂装置等非隐形部位的雷达波反射 文章特别提到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加紧研制超高频和特高频米波雷达 对美国隐形战机进行侦测 但侦测质量是否能够锁定目标并引导导弹进行打击 还有待观察 此外中国正在研究的量子雷达技术正在引发美方的关注 国家利益杂志3月10日分析说 如果报道属实 中国的量子雷达将能够对引擎飞机实施高质量的侦测 问题是中国的量子雷达是否真正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 中国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马晓松日前对香港南华早报说 在量子雷达中光子必须具有量子的某种形态 比如朝上或朝下的旋转 但量子状态很难保持容易产生去向干 影响量子雷达的有效探测距离 南华早报同时报道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已经在单一光子探测器上实现了技术突破 一旦技术成熟 中国认为就可以在量子雷达技术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西方防务产业人员的话说 量子雷达系统尚未脱离实验室阶段 而且很难制造 倒是能够侦测隐形战机的低频雷达 应该是更实际的选择 中国电子集团去年在大约60英里的探测距离上测试了低频雷达 而且能够对隐形飞机实现武器质量的跟踪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木子 谢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稍早的中国新闻 大家一起回顾稍早的攻击